进入今天的最后一部分 生词表词 第一个单词是 贯穿贯车 这是个他动词 是贯车这个初衷 我们大家看这个词 其实我们可以拆分一下 就是贯拉 对不对 就是说 那个经历过了各种各样的这种艰辛 就是贯穿贯车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痛苦都可以 好 接下来看下一单词是 这是一个名词 它不是棒球 汉字不是棒球 它其实是个棒球用语 就是投手 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就行了 接下来是途中 这个单词是过程当中中途和途中 这个单词是一个重点的名词 那么它既然是名词 所以说它前面各类词修饰 它就是跟修饰名词是一样的 我们举个例句来看 大抵は事故を起こさないように 眠くなった時には 運転を途中で代わってもらったり 休憩を取ったりする 这句话比较长 大抵是我们在中级第五课 学过大抵大抵 大部分的时候 为了不发生事故 在我们困了的时候 那么可能就是在途中会请人 代替我去开车 或者是说休息一会 这是指长途 客车或者货车的这种司机 好 再看一个例句 私が初めて富士山を見たのは 新幹線で京都へ行く途中だった 我第一次看见富士山 是坐新幹山去京都的这个途中 这个单词为什么我这么重点强调呢 因为它在10年7月份的N2考试 语法部分出现了 你看现在语法跟词汇的考察界限 越来越模糊了 改革之后的也算是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特征 好 这也是改革之后 一个非常大的特征 学校に来る 应该我们在这说 途中で財布を忘れたのに気付いた 我在来学校的途中 发现忘记了带钱包 而且这时候他不给你写的话 这无形对于中国人来说 就是这个增加了难度 第二个 後面我们介绍是顺便的意思 中で中 是什么什么当中的意思 五七年是在什么什么过程当中 不知不觉发生了什么事情 或者是这个趁着的含义 所以在这里正确答案就选的是 依靠的不是 正确答案不是算是常规语法 就是一个单词 好 接下来是金金 这单词是薪水工资 薪金报酬的意思 基本金金就是咱们所说的基本工资 而金金を下げる 就是降工资的意思 接下来 岩这个单词是岩石 这是它的迅读 因为印度是干 山に登っていると上から岩が転がってきて ぶつかりそうになった 我们大家看在登山的话 从上面会有岩石滚落下来 最後你拿打击的动词mashing 后面是差一点 就怎么怎么样 后面的文章的课文当中 我们会介绍 差一点怎么样就撞上了 而这个单词在10年7月份的 N3考试当中考过它的读一 この海岸は岩が多い 这个海岸岩石是非常多的 か一定的是贝壳的贝 岩是岩石 すな定是沙子 なみ定是波浪 这些单词我们大家都很熟悉 那么接下来这个单词是genjo 这个单词是现状状况 しぜん破壊の現状を知る 就是了解自然破坏的现状 很简单 接下来是らかんてき 这个单词是一个形二 也就是乐观型 那么相对应就是 ひかんてき 就是悲观型的 らかんてきなせいかく 就是乐观型的性格 らかんてきすぎる 就是过于的乐观 好 接下来是とうしゅ 当初这也是一个生硬的表达形式 就如他汉字的意思是一样的 けっこんとうしゅはなにもしらなかった 我結婚当初是什么都不知道的 这单词过了 下一个单词是たね 这单词我们说它是种子的意思 刚才我们在讲ねた 素材犯罪证据 以及做寿司的材料的时候 提到过这个单词 はたけにたねをまく 就是告诉你说 这个往田地里去撒种子 ねた和たね注意这个辨析 而在中国有一个特殊 有一种食品呢 在日本人是不太吃的 就是ひまわりのたね 那么这也是个日本小学五年级的孩子 他其实是个浑水 就是妈妈是中国人 爸爸是日本人 那么他在日本学校上学的时候 他给他的小朋友介绍说 中国在中国这个ひまわりたね 是可以吃的 这个孩子呢 写着作文呢还是非常简单 大家会发现 他底下非常有意思 他会把这个瓜子的这个壳呀 以及瓜子的 有白的有黑的 都给他这个贴上 这也是日式的这种 这个思维方式啊 我觉得是非常好 有机会大家也可以看一看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单词是 sakujo sulu 这个单词是删除 vail sakujo sulu 就是删除什么 这个附件 vail我们说是有文件的意思 也有什么 我们邮件当中的附件 还有什么呢 看一下 mei ruo saku jo sulu 删除邮件 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看 这也在12年7月份的 N2考试题当中考过 这个单词的读音 说 まじがで大いじな mei ruo saku joしてしまった 那么说 弄错了 把非常重要的邮件给删除了 那么他的读音就很简单 正确答案选择是 s 接下来是 go ga ku 这个单词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个书上写的是 语言学 这个翻译方式 我是认为是有问题的 语言学呢 其实叫 gen go ga ku 而go ga ku 这个词是准确的翻译方式 应该是 外语学习 这一点是希望 大家能做好记录的 就是说 国业与国家之间的交流增加了的话 那么相互之间的语言学习也会升行 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说 为什么最多最近啊 学日语的人 中国人很多 而学汉语的日本人就会更多 就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交流再增多 无论正常怎么样 经济上永远都是热的啊 好 接下来看下一单词是kako 这个单词是过去 他在一年十二月份 N3考试题当中考过他的读音 kako no deki go to o mo i das 想起了过去的事情 接下来这个单词是shoubun 是处分处理 他有名词词形 也有撒边动词词词 他动词词词 ta e ga ku shoubun 给以这个退学的处分 shuru hon o shoubun su lu 就是处理就数 很简单啊 接下来是shibaru 这也是个重点单词 是有束缚的意思 也有捆绑啊 这个词的含义 在考试的时候 会考察多方面 也是因为在他的生活当中 会在多种场合来使用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ごみはふくろにいで ふくろのくちをしっかりしばって 出してください 你要把垃圾撞到袋子里 而要袋子里 袋子紧紧的把它系上啊 然后再扔出去 这是他的最基本第一个含义 而我们接下来往下看啊 再一个含义说 团体旅行は時間にしばられてしまう 这就是我们书上所写的束缚 这个含义 如果你要是参加这个团体的 集体的旅游 其实在时间上是会受到束缚的 这个单词曾经在哪呢 在这个10.7月份 恩三考试考过 它的这个实际的用法啊 いらない新聞や 雜誌を重ねてひもで しばって 捨てた 应该正确答案选1 就是不需要的报纸和杂志 把它怎么样 叠放在一起 然后用绳子捆起来 再扔出去啊 かこうむ是什么意思啊 围绕了かこうんで 而しめる是什么 关闭的意思 あむ是什么 编织 正确答案选的是啊 い 这个我们大家也必须 跟第八课的一个单词啊 这个区分开 他俩就差一行 しばる也是个他动词 还有拧 也有集中的意思 把目标群体集中在哪些人身上啊 しばる是什么意思 しばる是捆绑 也有束缚的意思 好 下一个单词就比较简单了 是 実料故事实例 在上一节课学过了啊 用面だけを見て実料を知らない 只是看表面的话 我们是无法了解实际情况的 好 这个单词在11年7月份的N1考过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说 地域の実情にあった医療のシステムが求めている 就是我们需要有什么呢 符合这个地区情况 实际情况的医療系统啊 GQ是实况啊 不是这个实际情况的意思 是实况转播这种 実現就是啊 实权 这个是实际存在的 我们大家看下一单词上 SHUKU SHO SURU 是缩小 这是个生硬的表达形式啊 首先它可以指具体的概念 比如把这个图缩小了 ZO SHUKU SHO SURU 那么也可以什么 用于这个抽象的这个概念 比如它的编语是抽象的啊 比如说 KE KIPO SHUKU SHO SURU 那么就是告诉你 缩减这个是准确的翻译方式 是缩减经营的规模 好 这个汉字词说完之后 下面看下一个表达形式 形二重要的表 它其实是书上告诉你是有马虎不正经和恰当适度 其实恰当适度是它的最基础的含义 但它使用的频率比较低 首先我们看一组对话 说你这个热水怎么样呢 这程度怎么样 热水水分怎么样呢 其实主要是洗澡水 说正好合适就是恰当的意思 那么这个大家了解一下都行了 关键是它这个马虎不正经这个含义 就是敷衍了事准确的含义 无论做什么都这个敷衍了事 马马虎虎不正经的人 是不能把重要的工作拜托给他的 以及 因为怎么样 没好好学习 所以说留极了 这时候大家会觉得这个句子非常熟悉 因为我们曾经在讲上节课 讲 Olosoka的时候已经说过 就是这种马虎不正经 或者Lose 这都是它的近义词 好 这个说完之后呢 其实它有一个口语当中重要的表达 书上没有介绍在第三 就是它的第三点是 Ii kage ni shiro 和 Ii kage ni shinasai 这两个大家会发现 Siro是命令 是shinasai 口气也很重 就是说 你不要得寸进尺了 别就是抓鼻子上脸 一般就是当进行 对方进行提醒的时候 那个当对方没有什么 这个听的时候 那么进一步表现自己的愤怒的时候 不要得寸进尺啊 但大家一定要注意 现在已经是恼火了啊 如果是开玩笑 坚决不能用这个 那可以用什么 这个表达形式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 接下来我们看 Security这个单词是 保安防范安全的意思 这个单词你要注意 它其实是有什么 在我们大家电脑的这些 用语当中 它有防火墙的意思 而且它还可以怎么拉长一半 Security结果就是确认这个什么 安全保安的这样的一个含义啊 好 下面这个单词是 Sludo 也是尖锐锋利的意思 这也是一个迅读的单词 这个单词啊 大家注意 它也是可以用于很多的场合啊 就是说 呃 含义范围比较宽 首先它可以指什么 刀锋利 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看 Sludo in a knife de 胸を刺された 那么这个胸 这个被这个尖刀刺中了胸部啊 好 它也可以指一些 这个感觉比较敏锐的意思 其实翻译方式可以翻译上敏锐 比如说 犬は 人間より鼻や耳耳の感覚が鋭い 就是这个狗啊 比人怎么样 在耳朵和这个鼻子这方面的感觉都是比较灵敏的 敏锐 那么也可以用什么 就是那种刺啊 就是刺痛 来形容痛这种 その虫に刺された瞬間 足に鋭い痛みを感じた 就是被那个虫子钉的那一瞬间 就是这个脚会觉得像挣扎的一样疼痛啊 就是像刺痛 最后它也可以指什么 这个观点特别的尖锐啊 或者看法以及提问 いつも鋭い質問をしてくれる学生がいる 总是有什么进行 对我进行这个题非常尖锐问题的这样的一个学生 好 我在这里举了四个例句 为什么举这么多 因为它代表四个方面 其实还没有穷尽啊 所以这个单词是一个重要的考点 接下来是卡布这个单词啊 它可以指棒球的曲线球 那么在生活当中 我可以用它指转弯 对于这个时候 它也有名词 此性就卡布四度 当然它其实也可以指曲线 所以我们在这里也举了三个例句 大家一起来看看 就是在那个转弯处啊 怎么样 发生了叫这个汽车冲撞车事故 就是显成上升曲线的这种 癌症的死亡率 那么卡布在这里也是曲线的意思 就是向右转 在这里用了它的自动词的词性 好 接下来是スポーツ 那么在看开得起之前 首先我们要看 我们在20个介绍过是未必 这样的信号 未必是必须要做的 但是如果你能够很好的使用的话 那么不仅你能开车 开得很舒服 而且也会让车流怎么样 应该是变得更顺畅 哈字列斯表示推测性的 应该之前我们复习过 好 下一单词是 認識する 这是一个 他动词是认识 也有名词词语性 正确认识 以及借缺认识 那么到这为止 生死表示 也给大家介绍完了 各位